嗨小朋友们,你们听说了没有,这栋楼里面藏着很多的玩具宝藏,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,那今天我们就来找一找,那是什么呀,我们赶快走过去,不会吧不会吧,竟然真的有宝藏,这个是泰罗奥特曼,他的头上有三个头标,光之国的太子就是他,找到了一个。 我们继续上去看看,天哪,这也太让人惊喜了,这么快就找到了第二个,这个是赛罗奥特曼,他的全身都是蓝色的,再来这边看看,咦,这里的玩具真是多呢, 这哥是罗索奥特曼,烈火形态,快看,他的手上有烈火的形状也,感觉也太棒了,收起来。 嗯,下一个会在哪里呢? 咦,找到了。 天哪,小朋友们快看,这哥是大地的守护者,该要的嘛,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帅气呢? 哈哈,想不到今天的收获真是多呢。 哇哦,天哪,又找到了,一个软胶人偶玩具,这哥是奥特之王,他的身上有银色,紫色,绿色和红色的这种颜色, 看起来非常的炫酷,走吧,我们继续找一找。 天哪,看来这个楼梯上藏着好多玩具呢,哇哦,是一个筒变超人的玩具,第一个来到地球上的处大奥特曼,他的身上可是有很多特点哟,小朋友们,有没有发现呢? 嗯,想不到这么快又发现了一个。 天哪,竟然是好玩的陀螺玩具,他呢,是哥莫拉,一个小怪兽。 那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,最后是哪个奥特曼打败了他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,找呀找呀找宝藏。 哦,这里又有一个,天哪,他是紫色的,竟然是我最喜欢的迪迦奥特曼。 哦,这边黑乎乎的,你看什么都没有,再来看这边吧。 哦,又出现了一个,这是奥特曼的印章玩具,他呢,是X奥特曼,他的胸前有X形状的水晶。 天哪,这看起来也太帅了吧,再来看看他的底部,还有X的签名呢。 小朋友们快看,这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奥特曼,它是托雷基亚,还戴着一副蓝色的眼镜,眼睛是红色的。 等等,我又发现了,一副软胶的怪兽玩偶,它是人类的朋友,巴尔坦星人。 我们继续往上面找找。 咦,这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,原来是藏在这里呢。 来看看他是谁吧,天哪,他胸前的水晶和头上的水晶都是蓝色的,中间还有V字形标志。 小朋友们,你们猜到了吗? 没错,他就是银河韦克特利奥特曼。 天哪,不是吧,不是吧,小朋友们快看,这里有好多玩具啊,先来看这个,迷你小怪兽玩具,看起来非常的精致,它是暴京怪兽,泰兰特。 那这个呢,当然是帅气的泰家奥特曼了。 后面有一个按钮,我们按下去,天哪,他的眼睛,哇,竟然会亮眼,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,这也太好玩了吧。 想不到这里还藏着一个宝灶,哦,这个是奥特西盘侠玩具,胸前有O字形水晶的O不奥特曼,原生形态。 那,小朋友们,今天我们的玄宝之旅中,找到了好多好玩的玩具,哇哦,不错呀。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呢?如果有的话,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